我们俩看得挺开的 妈妈呢 一年一年的老 这是自然没办法 但是我的病情也是没办法 现在也是没办法可以治 这些都是应该已经 我们都已经想得很开乐 活在等一下能够开心一点 日子过得开心点 不要去想那么多 以后那都是必然的事情 这也顺其自然好了 等一下 好了 妈你不要慌了 不要急了 我的妈呀 你来 等一下你那个 不要那么慌了 慢慢来了 哎 我就来不了 我给你说 你别急 我给你说 你看 看准了在剪 看准了 那么慌了吗呢 他有些时候 他急性子嘛 干活 我都得提醒他 说你慢点干 不要一口气都做完 你要保护好身体要紧 什么的都不重要 只要身体好 这边过来的 下来的 对 上去一个 好 一下来 一下来 一下来一点点 喂 金老师 你好 你妈妈辛苦 不过 这两年 这两年好一些了 这两年以我为中心了 全都照顾我了 陪着我活化了 要好 你让他种菜 种了吗 种菜呢 就是自己家里吃的 蔬菜种的 粮食什么都不种了 他现在 那个 他腰腿也不好 做重的活 他吃不需要做 现在我妈 也离不开他 他出去干活 一个两个小时 一定得回来 汪玉婷认识的金老师 叫金心明 是浙江省群中艺术馆 有名的书画家 多年前 一个偶然的机会 认识了汪玉婷 那次见面 汪玉婷给金老师 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印象很深的 就是汪玉婷 那个时候 他瘫痪在家里的 出不来 是他爸爸来的 他爸爸也画画 他说去看看他女儿 去了一看 哎呀 这个也是 就像你说的 也确实有点 叹为观止 因为他说 从来没有学过 我就有点不相信 他当场描画给我看 他当时呢 其实方法 还是很多不对 如果没有他的话 再说得严重一点 可能都会 画不下去了 因为不知道怎么画 真的好非常感谢他 那么后来我给他 就寄了一些资料 而且那个时候 我几乎就 一年可能会 有时候会去两三次 这样大概有个 几年时间 确实改变蛮大 提高特别快 因为他这个物性很高 包括用颜色呀 包括这些 他去 其实以前 他就是能 能懂进去 我觉得他跟一般 安慰的方式不一样 能够 你体谅我 我跟他真是 我觉得就像朋友一样 就是我 我会试图 去了解他的内心 所以我就经常劝他 我说你 不想画 你就不要画 不要为谁去画 或者也不要为 谁去负责 我说为你自己负责 虽然他的内心 他也有梦想 因为这个梦想是 他从小的一个梦想 他唯一的一个梦想 就是觉得 绘画是他的一生 但是他的局限性 毕竟决定了 他的这个高度 其实我有时候 我还尽可能地 去化解他的自主 就是你可以热爱 但是不要自主